日前香港擴泰逢于木庄舉辦派對 邀請了不少圈中名媛出席 網友在合照中發現了跳水皇后郭晶晶 晶晶衣着一如既往的低調 她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在裝扮上 在名店購買幾條價值幾萬元的連衣裙 只要有正式活動就拿出來穿 省事省力 這些款式的裙子可以滿足日常需求 即使平時穿著出門也不會違和 此前有網友到學校接孩子時偶遇了晶晶 當時她身上穿的裙子正是出席聚會的那一條 聚會上的晶晶還是習慣性地將扎頭髮的橡皮筋戴在頭上 與平時不同的是 她身上多了名貴的珠寶 包括戒指 耳環 手鍊 項鍊等等 她似乎沒有意識到 將橡皮筋跟紅寶石放在一起并不搭 晶晶嫁到霍家十年 她和丈夫霍企剛被譽為豪門清流 他們的生活非常的接地氣 與大家意象當中的有錢人差異善大 晶晶偶爾跟著霍企剛出席酒會 夫妻倆也會私下跟富豪圈的朋友聚會 但是像馮玉木莊舉辦的這種上流社會派對 晶晶極少參加 大家習慣看到朴素的晶晶 幾乎忘記她其實是豪門媳婦 平時交往的朋友非富即貴 這次晶晶現身 相信是因為馮玉木莊與霍家關係密切 馮玉木莊是香港立豐集團主席馮國倫的兒媳 也就是立豐馮氏集團非執行董事馮玉明的太太 香港豪門媳婦的其中一員 外界熟悉的名媛馮永宜 是馮玉明的唐姐 她跟娛樂圈明星打交道 張愛嘉 劉嘉玲 張子儀以及張子天都是其好友 為什麼說馮玉木莊跟霍家關係好呢 這次的派對上 除了晶晶這個霍家媳婦之外 還有霍家二房的兒子霍文遜的女兒霍勇師 霍起剛的父親霍振婷是霍家的大房長子 算起來 霍起剛其實是霍勇師的堂哥 霍勇師取得法律的博士學位 已經於2018年底低調結婚 霍勇師的妹妹霍永盈去年嫁給了東陵港姐 吳婉芳的兒子胡志略 吳婉芳王夫是富商胡家華 兩大豪門臨因媒體爭相報導 馮玉木莊不但跟霍家二房千金有來往 她在其他派對上 也與霍家大房兒子霍振環的女兒霍思偉關係不錯 馮家跟霍家私下有不少交流 在馮玉木莊公開的合照中 還有麗芯集團主席林建月的女兒林田二 兩個人是歸中密友 以及東亞銀行聯席執行政總裁李民斌的妻子馮玲珍 馮玲珍這次跟晶晶一同合影 她是香港貴婦圈的核心成員 經常跟徐子齊 馮永雲 李嘉欣等人開派對 馮玲珍是新加坡人 出身中產家庭 先後任職德意志銀行及高盛 她與李民斌相識於朋友的婚禮 兩個人在婚禮上交換電話號碼 但直到兩年後 才在咖啡店重遇並相戀 順帶一提 坐在霍勇師旁邊的美女是富利地產千金李嘉穎 她嫁給了湘江集團太子爺劉根森 李嘉穎跟霍勇師 楊壽成的侄女楊永晴同在一個閨蜜圈 有網友笑言 馮玉木庄公開的明媛擴泰合影就像是大嬸茶話會 但這些大嬸都過著奢華生活 家族資產過百億 一般人不可企及呀 近日 41 歲的郭晶晶在社交平台上曬出一段外出爬山的視頻 並配文稱暑假結束了 上午送孩子們上學 獨享屬於自己的運動時間 徒步是一種適合所有人的運動 行走於青山綠水之間 呼吸新鮮空氣 心情暢快 元氣滿滿 當天 郭晶晶身穿一件微領的藍色條紋上衣 一頭長髮披肩 戴白色口罩 露出好看的眉眼 雖是素顏出鏡 但是皮膚白淨光滑 臉上幾乎沒有瑕疵 眼角微小的皱纹更貼魅力 頸尖戴著一條精緻的項鍊 看起來神采奕奕 很顯年輕 郭晶晶用軟件分享了自己的運動軌跡 花費一個小時17分鐘 她徒步爬山將近6公里 從曬出的圖片來看 山路崎嶇 顛簸 高度落差大 路上雜草蔓延 古樹疏失詐橫生 這對郭晶晶的徒步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郭晶晶每到達一個目的地 便曬出一張自拍 為了方便跑步 她將長髮綁成馬尾 仰著頭拍照 臉淡紅彤彤滿頭大汗 看得出運動力度很大 透著一種健康美 動態公布之後 有網友誇讚郭晶晶眉眼笑意盈盈 非常好看 直言她是最爹地氣的明星 如果沒有社交平臺 都不知道原來奧運冠軍離自己那麼近 還有人誇讚 晶晶漂亮大起 最關鍵的是非常自律 完全不像是普通的豪門太太 整個人充滿了正能量 當然 也有網友好心提醒郭晶晶不要分享運動軌跡 以免被壞人盯上 看兔片山路比較雜亂 最好能夠帶著保鏢 說起來 郭晶晶曾經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跳水運動員 職業生涯期間多次獲得奧運冠軍和世界冠軍 被稱為跳水皇后 2011年 郭晶晶正式宣布退役 並選擇造國外讀書 開拓眼界 自學英語和粵語 2004年 郭晶晶在雅典奧運會奪得冠軍後 首邀和國家隊一起到香港參加活動 和郭家公子霍起剛相識 對方要到她電號碼之後便經常打電話聊天 最終成功地贏得女神的芳心 確定戀愛關係並經受住了考驗 在2011年正式求婚郭晶晶 2012年 郭晶晶和郭晶晶在香港舉行婚禮 各界名流紛紛到場慶祝 包括三任特首 明星 商圈大佬 以及國家運隊運動員 婚禮耗時將近8個小時 並可多達1800人 稱得上是世紀婚禮 郭晶晶和郭晶剛感情十分的甜蜜 生下三個孩子以後 夫妻倆時不時的外出約會 共享浪漫的二人世界 此外 他們也常常帶著孩子遊玩 或者參加活動 比如一起騎單車 徒步爬山活動 或者是下地體驗插秧 雖是豪門子弟 卻並未嬌涉之氣 三個孩子乖巧可愛 稍早 郭晶晶晒出一家人外出感海的動態 和孩子們一起探尋珠寶 抓住夏天的小尾巴 9歲的兒子郭忠晶全程專注認真 好奇地看著爸爸媽媽找到的小動物 郭晶晶和郭晶剛向來被誇讚是豪門當中的清流 雖然已經退役十多年 但是她一直保持著運動鍛煉的習慣 難怪看起來那麼年輕 希望他們一家人一直幸福 眾所周知 跳水女皇郭晶晶和香港闊少霍啟剛結婚處十載 兩個人感情一直恩愛如初 經常成雙入對地出現在大眾眼前 憲上旁人 就在前不久 霍啟剛携妻子郭晶晶一起出現在某會展中 當天 郭晶晶身穿一件素色的連衣裙搭配一件服外套 霍啟剛則是穿著一身黑色的休閒西裝 夫妻倆打扮都非常的簡單低調 還有網友拍下第三視角 郭晶晶在旁邊仔細地欣賞畫作時 霍啟剛就在旁邊拿起手機 偷偷地記錄拍下妻子的模樣 網友們表示 今日含糖量超標 又被吃了一波狗糧 之後 霍啟剛就在社交平台更新動態 曬出此次看展的活動照片 霍啟剛表示 現在的年輕人都非常有創意 有想法和活力 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方向去探索詮釋作品 讓人覺得非常的新奇 希望年輕人都能夠繼續努力 傳承好中國習俗文化 還是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前段時間 郭晶晶在個人帳號上發文表示 暑假終於結束了 孩子們也開學了 送完孩子們上學 就開始享受自己的運動時間 郭晶晶選擇了獨自去徒步 感受一下戶外活動帶來的滿足感 途中 郭晶晶還不忘拿手機記錄下來身邊的美景 她表示 這項運動看似簡單 其實帶給大家更多的帶來好處 不僅可以舒筋活絡 提高身體新陳代謝 還可以呼吸新鮮空氣 讓人心情感到愉悅 有細心的網友注意到 女神郭晶晶在短短一個小時左右就走了5.8公里 不愧是專業運動員出身 郭晶晶的體能還是非常的扛打 第二天 郭晶晶就做好了全套的專業防曬的措施 還發文感謝大家的關心 表示自己徒步還是非常安全的 沿途會有很多提示 還設置了緊急電話休息區域設備完善 不用擔心啦 雖然加入豪門 但是郭晶晶平常的作風打扮 都是崇尚節約環保 可以說是一股清流 郭晶晶在事業家庭上都兼顧得非常好 面對丈夫或起鋼的事業 她也是全力支持 孩子的教育問題上 郭晶晶也是非常堅持自己的原則 嚴格要求孩子做完功課作業才能去娛樂 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假期生活中 郭晶晶除了會帶孩子一起動手做家務 還會特意的再帶給他們去鄉下勞作 下地種 身體力行的告訴孩子們 糧食的來之不易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點贊 訂閱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